据日本新闻网5月12日消息,日本神奈川县警察局国际侦察科于12日以违反入管难民法为由,逮捕了李三等三名韩国男子。 据悉,这三人年龄在19到30的日益,居住在横滨市中区,经常在附近假扮女性荡姆加拉克。 报道称,三名韩国籍乙犯持旅游签证来到日本。 2013年2月到4月,三人在横滨市中区的娱乐街身穿女装招揽过客。 靠卖淫获取报酬。 据神奈川县侦察科套路,以非法活动逮捕卖淫的外国男子,这在日本全国来说还是首例。 据悉,三名韩国男子穿着女装在路边喊叫搭讪,将顾客引诱至公寓,每晚能接待5到15位客人。 不过令人震惊的是,居然有嫖客从前到后没有发现他们是男性,甚至有客人惊呼,他们竟然是男的,太震惊了。 不理了,这是梅,为你报道。